雍正感到局势混乱 他毫不犹豫地放下原本谨慎的计划 果断地伸出援助之手 早年雍正登阶后幸存的龙科多竭尽全力 使雍正误以为康熙选择龙科多作为陪葬 只是为了让他曝光 让龙科多对他心怀感激 然而随着龙科多官职的逐步晋升 他的荣耀不断增长 而他的心机也变得更加狡诈 这时雍正身感悲哀 明白了父亲当初决定解决龙科多的深意 晚年难以保持尊严 这似乎是许多皇帝的不幸遭遇 即便是康熙 在年老时也难以逃脱疾病的折磨 人们广为传送皇上窝病期间的种种变故 很难洞察他内心的真实感受 而贴身侍奉者更是小心翼翼 随着病情的恶化 康熙的情绪变得冷漠 他开始着手起草陪葬的诏书 历来帝王离世时 陪葬者通常分为两类 一类是那些深受皇帝宠爱 忠心耿耿的人 他们往往是无字宠妃或亲近的使臣 陪葬的决定通常基于陪葬者的自愿 另一类是那些引起怀疑或隐藏隐患的人 他们的官职可能并不高 但通常有着强大的家族背景 为了为即将继位的帝王铺平道路 这些人数不一 有的只有一个 有的则有数位 然而在九子争夺敌位的紧要关头 康熙竟然选择在尘埃未定的关键时刻 发布陪葬的诏书 而不是等到一切安定下来 这明显显示出康熙对儿子们的怀疑和试探 诏书中涉及的每个人都按照惯例 但唯独出现了一个让所有亲王心惊胆战的名字 那就是同家式的龙科多 龙科多的祖父同图赖一入关 便多次征战河南 湖广 山东等地 战功显赫 先后担任定南将军 礼部侍郎 并升至三等子爵 他辞世后更被追赠为一等功臣 更不用说童家式一向与皇室同婚 童徒来更是皇太后的父亲 童国为不仅是康熙的舅舅 也是他的岳父 而龙科多则是孝义人皇后的弟弟 童氏家族中的许多人都达到了高位 因此被称为同伴朝 尽管有对同氏家族的忌惮 但并不应该将矛头指向龙科多 因为康熙对这位表弟兼内地表现出了极大的赏识 康熙甚至将部军统领的重要职位委派给了龙科多 这相当于京城位属司令 他对龙科多的表现给予了高度评价 称其与大阿哥关系良好 众人皆知 至于龙科多是否真正效忠于大阿哥和康熙 在夺敌之事上则是另一回事 引真得知这一消息后 并未像龙科多那样感到惊慌 当然 他的舅舅作为一个善良的人 匆忙前来寻求帮助 让他迅速了解到陪葬一事 然而 他本能地感到此事有些不寻常 多年来 他一直韬光养晦 不允许自己在这个时候轻举妄动 他只好安慰龙科多说 也许康熙只是试探舅舅的忠诚 不久前 康熙曾经对龙科多说过 你只需要端正行为 勤勉努力 获得好名声很难 招致坏名声却很容易 对于兄弟 儿子 职责和家人的言论 不要轻信显然 康熙将龙科多视为可信赖的忠臣良臣 然而 在印真想出应对之策之前 宫中传来消息 康熙发布了第二道诏书 陪葬名单经过调整 龙科多的名字仍然榜上有名 此时他渐渐明白了康熙的真意 如果龙科多或其他皇子都没有站出来表态 那么龙科多注定无法幸免 其他人可能对此也无所知 但印真暗中洞悉一切 龙科多担任部军统领的职务责任是保卫皇城 直接守护康熙帝的人身安全 这个职位象征着龙科多必须时刻与同家 适合其他亲王保持距离 不结荡营丝 只忠于康熙 在看着眼前神情惶恐的龙科多时 印真权衡利弊 是舍弃龙科多这个棋子 继续伪装 还是出手搭救 正是亮相 放弃龙科多并非上策 一方面 陪葬名单确定至正是陪葬还需一段时间 不能忽视龙科多可能翻水 揭露两人的过往 另一方面 他被康熙帝委托监视证被眷禁的大阿哥 废太子和京师内其他的王公贵族和不愿重臣 其中必然涉及未透露的重大秘密 死旅间 印真毅然进入宫中 他没有暴露自己的野心 只以关切父亲和国家安危为由 向康熙表达了自己对龙科多被陪葬的担忧 他坦诚地表示 龙科多作为部军统领 负责守卫皇城 若他被陪葬 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变数和不稳定因素 对皇家和国家安全构成潜在威胁 印真强调龙科多的重要性 以及他在守卫皇城和维护安全稳定方面的能力 同时提到康熙对龙科多的赏识和信任 他请求康熙考虑重新评估陪葬名单 以确保皇城的安全 并保持对龙科多的信任 康熙对印真的观点表示认同 并对他的关切表示感激 他同意重新审查陪葬名单 并表示会仔细考虑印真的建议 康熙对印真的坦诚和忠诚感到满意 并表示他重视印真的意见 最终 康熙在重新评估后决定将龙科多从陪葬名单中移除 保留他的重要职位作为部军统领 这一决定既保证了皇城的安全 也体现了康熙对龙科多的信任和赏识 印真的行动显示了他作为一个聪明 谨慎的皇子的特质 他善于权衡利弊 明智地利用他的影响力来保护自己的盟友 这个事件也进一步巩固了印真的在康熙心目中的地位 为他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众人惊讶地发现印真的原本并没有抱太大希望 但康熙却出人意料地听取了他的建议 不仅撤回了龙科多陪葬的决定 还晋升了他的爵位 直接提拔他为顾名大臣 此后龙科多对印真的更加亲近 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像亲救生一样 印真的看到这一情况 更加坚定地认为自己并非康熙当初预期的人选 或许他怀疑龙科多与其他亲王有所勾结 但并没有怀疑到自己身上 作为一个计划之外的角色 他的言行前后不易 愚蠢地提出建议 更凸显了龙科多的孤立和忠诚 龙科多在雍正继位过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为了争取龙科多的支持 雍正一直称他为舅舅 然而龙科多明白其中的含义 每当听到这个称呼 他只是下跪行李 并称自己为奴才 雍正心知肚明 如果不是当初发出的两道陪葬诏书 龙科多可能不会如此忠诚于他 毕竟没有人求情 或者求情这身份不对 龙科多早就成为陪葬皇陵的牺牲品 君臣之间的矛盾逐渐显露 真相浮出水面 汤熙的谋略逐渐揭示出来 在雍正刚刚登基之际 他对龙科多的信任显著 将其视为朝廷中最重要的人物 在这种宠心下 之前那位不偏袒家族 不结党营私的忠臣在荣宠中失去了警觉 龙科多的崛起意味着同家式的崛起 同氏家族在雍正朝廷中的权势日益增强 雍正登基的第二年 龙科多开始变得自负 口无遮拦 到处夸耀着九门提督可具两万兵马 有何惧的豪言壮语 以此同时 他在立部赏书职位上越过职权干涉选拔官员 虽然自称是为了选拔贤才 但难免引起善权结党之嫌 雍正对这件事显然感到不满 龙科多很敏锐地察觉到了雍正的不满情绪 于是迅速提出辞去布军统领的职务 试图平息雍正的怒气 然而这个让步却给了雍正全面制裁龙科多的机会 雍正随即采取了一系列惩罚行动 在雍正三年 他借助一些朝臣的帮助 对龙科多提出了指责 然而 按照雍正的原则 他采取了一种打击和奖励并存的方式 与雍正四年派遣龙科多前往蒙古国和俄罗斯商谈边界问题 然而 在谈判结果出炉之前 龙科多因所谓的御碟案被突然召回 当时 即使是一些朝中的富贵贤人也能感觉到 将龙科多派往蒙古国商谈边界问题 虽然表面上是戴罪立功 实际上是将他调离原地 为接下来的制裁行动做准备 在龙科多的府邸中发现了他私藏的大量皇家宗谱记载的御碟 根据当时的律法规定 这些秘密文献只能在宗人府衙门内阅览 外人不得私看 即使有公事需要查阅 也需要提交奏者请求 并恭敬地阅读 雍正以大不敬为由开始整肃龙科多及其府邸的全体成员 当龙科多回到朝廷时 已经是家族遭受抄家的局面 至于同家室 他明白如何舍弃一个被遗弃的儿子 以换取最大的礼 如果强行保护龙科多 冒着可能灭族的风险 是否不郑重雍正下怀 因此当昔日的盟友们纷纷向龙科多投来弹劾作折时 甚至包括龙科多的家族成员也纷纷投石下井 毕竟同家室失去了一个龙科多 但在未来的百年里 仍有可能培养更多的龙科多 雍正五年 朱王大臣会议制定了对龙科多的四十一条中罪 除了大不敬 结党营私等罪名外 还包括庇护年庚瑶等额外的指控 面对龙科多已无法扭转局势的现实 为了防止他泄露更多信息 拖累更多人 众大臣建议判处龙科多死刑 然而 雍正并不想实现这些人的愿望 也不愿自己被批评为滥杀公权而背上罪名 尽管龙科多或许不得不死 但雍正决定不亲自动手 他以救生情义为由 保留了龙科多的性命 并将他关押在畅春园附近 仅一年后的雍正六年 龙科多在禁锁中去世 直到龙科多之死的消息传来 雍正才真正领悟到雍正当年下陪葬照的身影 康熙在考研继承者 虽然龙科多对他忠心耿耿 但他和他背后的同家事无法真正为皇权所用 一时的利益无法保护他们一生 可见即使没有康熙帝隐晦的高见 龙科多想要成为雍正朝的首要人物的愿望也是极难实现的 古代有范里相望于江湖 近代有赵匡印杯酒式兵权 雍正多年来隐藏身份 一旦登上皇位 如何容忍那些曾目睹他窘迫一面 掌握他秘密的人在酒桌上肆意揭露 Lynn真是美ni 海童 处理 不做